此季正在医劳团今天在尼泊尔再度展开大型发放 提供1330户家庭 3213条毛毯 包括尼泊尔拉利波尔区国会主席 和非政府组织全球姻缘会都来参与 他们也提到眼中看到的此季 传达证言上人的祝福信 这是慈祭第一次在邦加玛地进行毛毯发放 祝福吉祥 90度鞠躬双手奉上毛毯 这简单的动作对尼泊尔灾民来说 却是满满的感动 主要这个我们关心他们的生活 地震了以后很多 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我们希望说多给他们温暖 那这个大发放 总共今天发放大概3200多条 看到慈祭在一国无私的付出 尼泊尔拉利波尔区国会主席 也加入发放行列 一个人物应该帮助其他人物 所以你有良好的概念 我听说这道理很棒 还有全球医员会志工 也到场观摩发放 看见慈祭对灾民的互动 更是感触很深 大部分的大众联合 非常不公平 没有关系 而且很与商业似的 而苏琪感觉很与家似的 苏琪很明显 苏琪很与人物 大爱新闻节新闻朝中 尼泊尔拉利波报导 本集完 本集完